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又是討論坐廁 怎樣把水箱、裡面的水箱 包括那些組裝就不說了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但這次這個就有個問題 因為這裏是居屋單位 多數的氣喉都是在屋內的 所以就頂著水箱埋不去 這個時候有部分師傅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鋸了氣喉 但是高層都勉強可以鋸 但如果是中低層 你一舉了一條氣喉 輕側就經常看到水在動動動動動動動 重側就直接會吐一口氣出來 或者吸水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用一些古老的方法去解決它 而傳統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還未有風琴鋒的時候 多數去到埋坐廁 都可以用這隻G字喉 它有分… 它為什麼叫G字呢? 因為它這裡是斜了 它有分斜一吋、斜兩吋、斜三吋 斜上去的 至於它的好處 大家可以看到 它們的長度是差了一折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改為用一個G字 這樣就可以相對來推貼它 而它這隻通常都跟著包… 這樣的油脂在這裡 將它塗一點在這個邊 接著基本上都不是一樣 先把它塗在後面 再推上去 最好多用來打擾 Medina 去看看它有沒有… 現在就可以把油脂打起來 把它扔上去 就是這樣 進入位置 就像整個座室一樣 用塞狀推進去 然後看看嘴角度 它現在在下面梳了 即是它太直 所以我要把我傻刀切斜一點 讓它在下面那邊 埋回一點下去 然後嘗試有沒有漏水 沒有漏水 就再用玻璃膠在藤藏框封一封 主要是封住 不要有些風流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寧願是這樣 放一個其他配件 都好過割一條氣喉 就是這樣 好 最後呢 補多個 沖水測試 大家在店裡都不會看到的 好 這些就是那些船風式 就前面沒有空 只是靠後面出水 然後繞回頭 它這個測試是合格的 因為見過一個 國內品牌做的這些 是繞到那些水 一起去的 然後幫我銷售 我那個銷售就跟我說 哦 你沖水會蓋上一塊板 所以我就套了一個醬